西门庆一生只做两件事,如今很多人嘴上马,心理想。 西门庆是为了欲望而存在的,他每天的时间不是在转钱,就是在花钱、饮宴和烈焰。 这是不加限制的欲望膨胀,而不断满足人们合理的欲望,是社会进步的最初动力。 西门庆的欲望当然是不加限制,贪得无厌的,但他追求财富,追求享乐的要求,不正是李哲所说的好货,好色吗? 如何获得更多的财富,是推动生产方式,由低效率向高效率演变的动力,如何生活得更加舒适,则是社会发展的原则之一。 欲望本身并没有错,错的是当时的社会体系,无法限制这个有钱的商人的为所欲为。 实际上,西门庆等人表现出的人欲横流,是在商品经济这个催化剂的刺激下,人性原始冲动的一种自我释放,其中既含有动物性的称雄占有欲及其宣泄,亦含有所谓的个性觉醒的因素。 个性觉醒虽有历史进步性,但其本身并没有道德意义上的善恶,关键是看它和什么思想结合,假若和人文主义思想相结合,则是善,假若和宗欲思想相结合,则是恶。 尽管在动摇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方面,二者可以殊途同归,但一是主观上的斗争,一是客观上利欲的趋势。 金平梅所表现的人欲种种虽属后者,但在特定时期内,却是推动历史发展前进的杠战之一。 推动历史的原始动力,就是这样你杀俱下,进步与也蛮并存的。 西门庆身上有很多标签,大部分人只盯着他好色的一面,往往忽略了商业的一面。 其实,西门庆是典型的商业资本家,而又有着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特色。 西门庆是无品提行官,官员的特殊身份,的确给他的经商,带来了很多便利。 但是,西门庆的政治生活,从根本上说是一出封建时代的滑稽局。 虽然他的每次送礼,是蔡经次官的根本原因,但这并非西门庆的初衷。 家官在西门庆来说,是纯粹的意外之喜,他本人认为是官员给他带来的好运。 其实,那是怪诞的社会和人生的偶然,把他推上了提行官的位置。 皇帝把空白的官服赐给大臣,大臣又把国家大事当成儿戏。 于是西门庆当官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,这是荒干社会的正常。 他对上任没有一点准备,没有经过培训,没有任何的限制。 他甚至到后来还不明白拽迁叮嘱的大凡事要紧密,不可是同了美之道的政台秘诀。 但他就是随便地掌握了对老百姓而言是生杀予夺的权利。 上任之后,他更多的是虚荣的张扬,在政治上毫无野心,提行所付千户对他来说已经满足。 虽然他后来又生一己,那似乎也不是他的初衷,他远没有专业官员那样对升官有狂烈的热情。 即使当了提行官,他也并不把改路当成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,他靠的依然是商业利润,不放过任何机会发财。 当孩子,爱妾死去时,他没有耽误买卖,甚至即将去世时,他念念不忘的仍然是买卖和财产,无依自言及官职的事。 西门庆所受的贿赂数量,与他给上级官员的贿赂相比是微不足道的,单纯从仕途的视角来考察,他做的是赔本的买卖。 如果没有巨额的商业利润来维持的话,他早就破产了。 西门庆在权钱交易上一致千金,他是想飞黄腾大马,不,他与菜运之流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是两条道上跑的车,一个是金钱,权势,更多的金钱,一个是权势,金钱,更大的权势。 因此,西门庆作为一个官吏,不比一般贪官坏,他和菜金之流的权钱交易,倒是赔本的买卖。 但作为一个商人,他却比一般商人很合门路多,别人不敢放的高利贷他敢放,别人无法透露的税款他能够,别人不敢做的生意他敢做,别人批不下来的官府控制的货物,他立马可取。 为何?根本原因是他背后有实权有后台有当朝在下,而不仅是他做着无品提刑官。 一句话,西门庆做着生意就可以做官,如果不做生意,就连官也当不成,所以说西门庆本质上是商人。 但作为商人,他几乎从没有参与具体的买卖行为,长途贩运,讨价还价,这样的事都由他的雇员去做。 他只是决定他的资金运作的方向,或者投资于融线铺,或者投资于范园,要么是放债,要么去行贿。 从这个意义上说,他是一个早期的商业资本家。